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种空间体体积 这种空间体体呢 我们说是横接面积已知的空间体体积 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空间体 那它其实是介于两个平面之间的 这两个平面呢 它是垂直于S轴的 一个呢是X等于A 一个是S等于B 我们在图像上看一下 那好 这个对应的是那个X等于A 那个平面 那么这个对应的是X等于B 这个平面 也就是这个空间体是介于这两个之间的 其实不一定非得 切口不一定非得是个圆 可以是任何一个不规则的图形 我们这里呢为了方便的就画成一个圆了 假设这个空间体现在是这样子的 好了 我们现在要去算它的体积 那么现在已知的是什么呢 已知过X点于X中吹直的这个平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一去切 这个切口的面积我们是知道的 它肯定与X有关 是一个关于X的函数 我们计算SX 那么这个具体做呢 还是得用微远法 有了刚才那个横接面积 有了刚才那个旋转体体积公式呢 我们这个横接面积已知的 就可以类似的去做 我们也是去X到S加DX 这之间的一小段 去算一下这个微圆的体积 因为很小 也可以近似的把它看成一个圆柱体 底面积 那好 这个更简单 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SX 高呢就是DX 所以有微远法呢 对应的这个体积呢 就是底面积乘以高 SX乘以X 那么体积呢 那好 因为X的范围是A到B 那整个的体积呢 就是从A到B SX DX 所以这个公式呢 我们说要比那个旋转体的公式呢 更加简单 因为它面积本身就知道了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题目呢 可能相对比较长 首先呢 有一个圆柱体 告诉你这个椭圆圆柱体 它的这个长短轴 现在呢 我们要找一个 与这个短轴 过这个短轴 与底面成α角的一个平面 去切它 切完之后呢 得到的一个斜行体 这个斜行体呢 我们要求它的体积 我们先画一个图 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空间的图形 所以呢 我们这个X轴呢 就把它 Xoy这个平面呢 就给它放在底面上了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得设一下哪个是这个长轴 哪个是短轴 如图呢 我们看 我们先给出这个底面方程 就是S方比A方 Y方比B方等于E 那这样的话 按照这个说法 那么长轴是A 短轴是B 那么对应的 那么这个Y轴就是它短轴 我们先把这个椭圆给画出来 好了 现在它是个椭圆柱体 那好 我把这个柱体再画出来 往上延伸 那么 这就得到了这个正图圆柱体 好了 现在 因为这个是这个 我们说的短轴 现在这个平面要去切它 平面要过这个Y轴 过这个Y轴这样去切 我们看 一切 这个切口 就是我们画的这个蓝色的曲线 那么它和底面呈α角度 我们把它表示出来 这个α角在哪呢 就在这 这就是那个α角 现在我们要算的就是 这个蓝色曲线 与底下这个所围成的这部分 它的体积 那么我们看 我们先看一下它具不具有累加性 具有累加性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维延法了 那么我们看 你可以这样去切 竖子这样去切 切出来的每一个面 面积 我们实际上都可以算出来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横接面积已知的一个空间体 当然你这样切出来这个面积 我们注意到 它肯定每一个都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每一个都是直角三角形 这个面积而且是与这个x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面积应该怎么算 那么它就应该等于 二分之一 这个边乘以这个边 那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认取一个y了 按照维延法认取一个y 现在算一下什么呢 y到y加dy 这一部分 它的这个体积 那么就是底面积 乘以这个高 高就是dy了 所以关键还是得算这个面积 给定这个y以后 我们看 这个面积对应的 这段呢就是x 所以是二分之一x乘以这段 这段呢 因为知道角度 那么这个是x 这个就是x乘以 坦荆的α 所以我们这个横接面积啊 我们看 就是二分之一x乘以x 坦荆的α 二分之一x x是这段 那好 为什么这块是二倍的呢 因为我们看 正常我们应该是 y的范围应该是从负B到B 现在呢 我们给它取成0到B了 注意到这两块的体积呢 显然是对称的 所以呢 我们直接就算0到B就可以了 不用算那个负B到0了 所以是二倍的0到B 然后这是底面积 这是高 这样的话 我们再把那个x 给它换成y 因为这个积分变量是y 从这里边解出这个x平方 x平方呢 就等于a方 减去B方分之a方外方 这个坦荆的α呢 这里是一个常数 可以提到外边 然后对这个积分 这就很简单了 最终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三分之二 a方b 坦荆的α 这个呢 给大家留作 刻下 当做练习